说实话 你很幸运 是 我真的很幸运 这你爸妈不抛弃不放弃这一点 不是一般的坚持 也不是一般的父爱和母爱 真的太美大了 所以我一定得好好孝顺父母 谢谢 王梅跟我们说说 这一切到什么时候出现了转机 奇迹出现了呢 在家人的这样的呵护下 我又坚持了几年 然后到2008年的时候 春节 我病情开始加重 又接到了病危通知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在想 趁着我现在意识还清晰 我就觉得 如果说我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还能做点什么 我觉得人总不能就是这样来了 然后就这样走了 什么都没有留下 然后也什么都没有带走 所以我就给 当时咱们央视的星光大道 写了一封信 我说我是一个晚期的癌症女孩 我想站在你们那个舞台上 唱一首歌 并且鼓励和我一样 现在在病痛中 在困难当中的人们 希望他们能够笑着去面对 现在的困难和生活 然后还有就是 希望能够他们帮我联系 一家医院进行遗体捐献 因为我生过这样一场病 我知道这场病剥夺了我多少的快乐 自由选择 能够让一个人活下来 或者是让他重建光明 那么他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他说要写信给星光大道 要捐献遗体的时候 他和我父母商量了一下 因为我觉得身体发肤受制父母 希望我父母能够支持我 当时他说了以后 我当时我就流泪了 结果我就想到 这就是最后的时期了 孩子已经要捐献身体了 那就是没有生命 你觉得孩子是要跟你们告别了 对 所以我就和他爸爸 我们俩一宿都没有睡觉 当时他跟我们商量 然后我们俩一宿没有睡觉 第二天早上 我们就支持了孩子这个选择 我们就同意了 你是一个癌症晚痴的女孩 后来为什么给星光大道写了信 结果你还看好了病 是这样的 因为那期节目播出之后 为我治疗的煤炭总医院的院长 看到了我这期节目 让我伸出援手 说小姑娘 你在台上那么阳光 然后在你生命最后的时候 你能想着去为别人做点什么 作为医生 如果你就这么死了 这么走了 我真是不甘心 就想为你试一试 你相信我们吗 然后我们就走到了医院 因为我们相信他们 这个治疗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五年的时间 五年起来觉得非常的神奇 之前的十年一直在治疗 没有希望 当你准备放弃的时候 奇迹出现了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把主治医生 也请来了 是的 掌声有请 欢迎您 您好 您好 您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我叫周正 是煤炭总医院主任医生 当时您了解到 这个王威的病情 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您真的认为是乐观可治疗的吗 我认为不乐观 我的第一反应从我来讲 我就想第一个想法 我说这么年轻的一个姑娘 我作为一个医生 我不救她 我心里很难受 当然你不是说你想救 就肯定能救了 是吧 第二点来讲 我觉得王威这个人 这个太善良了 因为她当时北京的各个大医院 包括这个 她当地省里那个医学院校 对 种旧医院 都说她活不过三个月了 那么一个活不过三个月的人 人家首先想到 是把我眼球 把我的肾 把我的肝捐出来 这个思想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是 当时有没有预估过这个成功率 如果贵王威 我估计成功率在50%以下 就是低的 也就是说你哪怕怕她做 你还是承担风险 就在50%以下 对 就是说成功的可能性 在50%以下 但是从我个人来讲 我当时也想了 那我就是最多 就是我名誉在业内 肯定就有人站在说 你这不应该做 大部分人认为都不应该做了 我要冒这个风险 而且成功率低于50% 也就是说 我这么理解 不做 就三个月说白了 人家那些评估是正确的 应该说是正确的 应该是正确的 做了呢 低于50% 可能能挽回来 把这个掰腕子掰回来 这么多年 为什么这些医生 非常的慎重保守 不敢给王威作主 原因也就在这 对